战长的处境可不妙啊 说说看 有人利用了战长的性格 利用我的性格 我什么性格 多疑 是战长先怀一代小姐的 战长一定跟上面某个人说过 不是我怀疑戴小姐 是戴小姐太值得怀疑了 我没有说错 那个人也需要掌握戴小姐 所以他对战长表示支持 战长是专家 而戴小姐是行家 在战长的职业能力下 戴小姐迫于情况危急 露出了破绽 你是说 戴威是共党 他未必是共党 可他和共党有说不清的关系 有意思 说下去 现在 他们觉得够了 什么够了 对戴小姐的摸底 戴小姐露底了 问题是 他们并不想见地 他们本不想这样 因为他们还需要他 可是 他们并没有我们专业 我们办的是案子 而他们操纵的是政治 案子的本质是真相 政治的根本是需要 此一时 彼一时 于是 我就变得多疑了 是的 我应该早一点跟你谈 你分析得非常透彻 少将 现在 战长是进退维谷 稍有不适 那 依你之见 我该怎么办 我不能说 为什么 违背了党国利益 维护党国利益 我维护了大半辈子 到如今 却面临着生死之忧 维护党国利益 没关系 大胆说 逆水行舟 说具体的 他们要阻止我们 因为再不阻止 他们就会害怕 如果他们害怕了 也许他们真的会向我们妥协 你说的那可是生死博弈 生死博弈总比网顾忧患好吧 对 有输有赢还有吸引力 如果只是忧患地活着 那就只能等死了 站长 我说的太多了 不不不 你说的句句在理 不过有一点我不认识 他们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你的家 昨天晚上戴小姐来过 可是他们并没有对你采取行动 是的 他们是对我的警告也是侦查 侦查什么 从根本上他们消除不了对我的怀疑 就像站长对我心存疑心一样 今天我之所以说这么多 敢这么说 是因为我和站长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怎么讲 尽管新城制度 却没有人相信 也许我们活着 就是为了证明 报告 进来 进来 站长 总统府外交部的人都说 没有丁某生这个人 我住旧金山领事馆 也从来没有设过参赞这个职位 给我接局做电话 是 我们站长要和局做通话 就说我不在 我们局做不在出去了 好 好吧 怎么 不在 说是出去了 站长 可是我听见局做说 就说他不在 我现在就像只苍蝇 讨人闲哪 站长 你没事吧 没事 去吧 是 能欣赏到戴小姐的身手 也是件姓氏啊 知道吗 伪作赋予我特殊权力 我可以随时把你打成马蜂窝 是吗 先斩后奏 没错 即使我死了 也会有新的面孔出现的 可我就讨厌你这张脸 我尽量不露脸 说吧 什么事 这是你下一个目标 我尽量不露脸 我尽量不露脸 这么厌 就像什么 紧 amir 我未许你 我找什么 我去 et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板 你要出去啊 你这是干什么 经过这么多天的观察 我有了重大发现 什么发现 你看 你看这儿 这面墙和旁边的墙不一样 这是新气的 对吧 行啊 小泉 有你的 我觉得 这里面肯定有名堂 等我晚上回来再跟你探讨 小心看店 好嘞 我已经向总统府 还有南京站提供了情报 在对待共党的态度 他们是坚决的 堵住了戴威这条路 共党要得到国保 几乎是不可能的 至于戴威 我还在竭力争取 我想 他会转向我们的 参与远先生 好 再见 参与远先生 那就这样 我走了 水灵 靠你这样 他能维持多久 而且你每一次进竹城 都非常的危险 我知道 让你做这个决定很难 但是我很容易就可以帮你做到 那你就拿不到原青花了 对 所以 要让你自己做这个决定 但是 今天 是最后一天 等我回来 好吗 好 反正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了 不在乎这点时间 自己小心 号外 号外 共军将摆大规模演习 国军编练二百万新兵 好 给您一份报纸 谢谢 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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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军大规模演习 号外 号外 给您谢谢 号外 号外 共军大规模渡疆演习 国军编练二百万新兵 号外 号外 保系 号卖 手 城河 火 5 团局 厉害 匊 中 peine 靠 用陈琛扇先去台湾 两百万的新兵 我看是画饼冲击 不过有一条 他们是困兽游斗 要打开杀戒了 他们根本就没有过节 钱盛怎么样 有点勉强 他怎么想的 他还想着老蒋能把他带到台湾去 这中山一号 我看不那么简单 我正在证实 说不定这就冲他来的 能不能跟他说 现在还不行 我还没拿到证据 如果能证实 彻底击破他对老蒋抱有的幻想 我估计钱盛他就不会 这么摇摆不定 犹豫不决了 钱盛也不想想 前面多少例子都摆着呢 这老蒋绝非是个量大的人 能容得了他 是 旁观者清啊 meantime 有些人 郡总 公路上有辆车 车牌是军牌 公路上有车 实属正常 没事 是 哥 哥 魏国 你怎么来了 哥 顾祝同宴请新兵将官 哥怎么没来啊 我现在是闲人 闲云野鹤 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 代小姐是不是风光无仙 哥 我来找你 就是为了谈你和她的事情 好 你们都下去吧 是 走 顾主通没有邀请戴小姐 国防部也没有邀请她 听说出了假状况 出了什么状况 和戴小姐一起回南京的那个洋女人 是男扮女装 男扮女装 杜磊果然是行家 那个洋女人被堵在了容都医院 警察包围了医院 可到末了 那个女人还是不见了 一个警察被袭击 那个男的扮成警察逃跑了 那个吴兄是擅长化妆的 这么说这个洋女人是吴兄乔装打扮的 那天晚上 搁在吴松口四号码头 戴小姐是不是自己驾着车 开的是不是吉普车 对啊 是吉普车 那吉普车是我的 那戴小姐和吴兄 南京站行动处处长马天啸 已经认出了吴同光 这个吴同光就是戴力 重金悬赏的共党要犯 八哥 说起来是有点像 不是像 他就是 所以戴威有通共嫌疑 兵临城下大战在即 现在很多的国军将领 都有通共嫌疑 他们都在私下和中国共产党联系 这个我知道 哥是伪作亲命运送国宝去台湾的 而戴小姐又是特派员 你想说什么 他们掌控着戴小姐的一举一动 也就是说 他们也掌控了你的一切 他们是谁 是毛人凤还是杜雷 毛人凤忙于走夫人路线 一休到台湾以后有立足之计 哪管得了这些 杜雷更是尼普萨过疆 自身难保 他们到底是谁 比中统 军统 更隐蔽 更有权力的 总统府内无处 你怎么知道 我 我身边有他们的人 哥 总之 我劝你立即停止 与共产接触 免得那天 有人朝你开黑枪 只要你不出卖我 我 哥 没准那个杨女人 就是你告诉他们了 哥 我对天发誓 我现在 最关心的就是哥的安全 你放心吧 只要老蒋的心里有我 我不会让他失望 哥要这么说 那我就放心了 我呀 不该把你介绍给吴兄 李大玉碧吗 还有什么主谣 一江之隔 这里 还是蒋委员长的天下 所以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如果发生什么 千万不要让他们怀疑到你 哥 哥 你明白吗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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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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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吃点东西 四五特不着急了 急 天天逼着我要看到原青花 哼 我肯定是白给他睡了 爸 现在很麻烦 我听斯文特的口气 共产党要打过长江了 他们要撤了 等他们撤了 我们还没有拿到原青花 那我就真的白服出了 我知道共产党什么时候过江 爸 我们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原青花 那我们到南京 岂不是白白送死吗 那会不会被那个上海女人拿走了 不可能 那一品轩的老板呢 他有的是时间 一品轩就那么大 还能找不到吗 除非他拆了房子 不过 就算他拆了房子 也未必找得到 气到墙里了 不是我不告诉你 一旦告诉你了 你就会没命的 你不告诉我 我们俩都没命了 你以为我出一次城容易吗 万一我出不了城了 你 饿不死我的 我要去旧金山 完成天皇陛下给我的任务 谢谢 谢谢 您好 好 老板他们来了 老板 她是稻田轻衣的女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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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我 好 好 好 很好 没有人会重用的 伍兄 你说的有道理 中山一号没有那么简单 据我掌握的情报 现在又有一帮人介入了 他们比中统军统更加厉害 我知道 总统府的影子部队了 知道什么原因吗 老蒋不再相信戴威了 是 是因为戴小姐的上海之心 伍兄明白我的话吗 所以你们要格外小心 这帮人不像中口军头 要找到证据才抓人 他们侍郎直接杀我 宁可错杀也不会放过 谢谢钱将军的提醒 是到了最后的时刻 你们很清醒 这很好 本来想请专员来南京的 现在看来没有时间了 我怎么做我是有分寸的 是投共起义也好 是把国宝交给中共也好 总之有一点你可以放心 我的将士是不会向共产党 开一枪的 好 很高兴钱将军有这个态度 我代表我方欢迎你 吴兄 你是俊杰 实得实务 我呢 实得实务 努力干扰吴兄 我希望我们在镇江见面 会的 注意回起的路 虽然他表现出友好 可还是打了退堂果 预料之中的是 几次吃饭一次上海之行 就能谈成一个军的起义 那太开玩笑了 那老张呢 他比咱们俩清醒 那他 他作为特派员 当然希望事情成功 更希望有奇迹出现 我去的选 我心里更踏实了 更有信心了 现在不只是我在拉他 老蒋还在帮着我 把他朝我这边推 你说的是戴威 作用与反作用 有时候比拉更有效 老大 林子里面有人 把车开过来 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是 魏老大 有埋伏 走 人 不止一个枪手 有狙击手吗 狙击手 狙击手 输什么呢 子弹 狙击手不爆头 咱们俩谁都跑不了 我去把他引开 我掩护你 小心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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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把枪放下 手举起来 君座 他们敢开枪 说明他们已经发现君座了 现在杀的他们 是最好的证明 证明君座和共党势不两立 他们是这么容易糊弄的吗 总比没有表示好吗 你就这么害怕 我是担心君座遭遇不测 好吧 我们君座给过你们机会 但是你们把事情给搞砸了 只怪不得我们去做 阿泽 抬上车 我就知道 好运会偏向你们这一边 谢谢 谢谢陈少兄 我们现在走的是残局 一招不胜 全盘结束 走吧 请 什么情况 朱总 还是四号报房 老板乐坏了 说好几个月没有见到马处长 和我们这帮兄弟了 好几个月 我感觉好几年了 可惜啊 我们都已经走了好几个兄弟了 可不吗 小童小宅徐万龙说走就走了 算了 今儿 咱不提这不高兴的事 对 不提了 只要供军没打进来 咱们搁几个 该喝喝 该吃吃 初总 阵长是回家了 好 阵长不管我们了 管 阵长得先管好自己 然后才能管我们 明白吗 那我们怎么办啊 把这只狗屁偷了 今儿咱们什么都不管 好好喝顿大酒 好 去准备一下 对 喝酒去 走 离红 在想什么呢 我们真的是除了喝酒 什么事也不能做了吗 还能做什么 阵长从来没有这样 丢了魂似的 听说 阵长在查一个姓丁的人 她在旧金山领事馆见过此人 旧金山领事馆的参赞 你也知道 就是她 阻止我查螳螂的 可是这个人不存在 说是外交部的 外交部查无此人 说是总统府的 总统府也不承认 有这么个人 我现在在想 这个人就是在新城饭店 阻止我查戴小姐的 那个自称是黄雀的人 一个活生生的人 怎么可能不存在呢 上面在掩盖什么 阴谋 没错 一个惊天大阴谋 而且这个阴谋的核心 就是戴小姐 李虹 你真的非常威艰 我 不错 如果我说的都是存在的话 他们第一个想杀掉的人 就是你 你想 他们闯到你家 搜紧你通贡的证据 哪怕找到一点点 他们就可以杀了你 他们杀人是不需要证据的 你是保密局的少校 又是戴小姐的随从 他们多少会顾忌一点 他们怎么会突然出现了呢 图穷避线 他们担心戴小姐 所以 不想那么多了 听天由命吧 李虹 我觉得 你还是离开南京吧 我不想往命天涯 那怎么办 咱们找到姓丁呢 不行 我不能让你陪我上刑场 我自己的事 要自己解决 李虹 马哥 你别说了 可能是我们想太多了 也许事情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样子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去香港呢 去香港也没让你 非得嫁给我 你是自由的 我知道 那为什么 我是一个战士 战长说过 宁可站着死 也不跪着祸 来啦 他们已经到了 好 进来吧 好 听说车子炸了 敌人开始下手了 我估计 最后时刻到了 我们对最后的把握有多大 有信心 没把握 本来 我想去一趟上海 向上级说说南京的情况 现在看来不必了 都到了最后的关头了 老长 吴兄有个新方案 说吧 这我们车的 不是军统 也不是中统的人 是隶属 是隶属 总统府的影子部队 这说明 眼下的南京城 国民党有多支部队 各自为政 陷入混乱状态 这么说 我们还有机会 对 我们乔章成 保密局的人 硬闯中央银行 把国宝弄出来 重演好多 好主意 能进去 就能出来 问题是 我们怎么出南京城 把他运往哪里 前圣的军部 这不是原来的计划吗 不是说前圣还在犹豫吗 逼他一步 他就没办法犹豫了 胆子够大的 那既然大家都同意了 咱们就按照 这个方案行动 王队长 到 你得把队伍 带到威脊茶楼去隐蔽 威脊茶楼 是南京城的市中心 一旦确定时间 便于紧急行动 是 王队长 分气分辟地去吧 我明白 好 那我们就来 研究一下细节 第一 我们要怎么进去 都能未见 好 豪刚用在刀刃上 喂 你现在是违抗命令 你找错对象了 我不是杀手 你现在是了 我只授命于伟座 你可以给伟座打电话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不仅仅是个中介者 你还是个杀手 下午五点你有一个机会 龙川九楼四号包厢 给我接伟座 请等一下 对不起 戴小姐 伟座他也在忙 谢谢 喂 戴小姐 哈喽 哈喽 你在听吗 快说 我找到稻田情依了 西城外的专邀城 哈喽 哈喽 他把你耍了 我是那么容易被人耍的吗 你说要跟他交易 他没理你 那是因为还没到交易的时候 你就那么相信他 那我应该相信你吗 我就是念着跟你 有床子之欢 你可以弄到原青花 我才不跟你计较 我警告你 不要耍我 你不去古玩街了 你想明白了 应该怎么做 我告诉你 在你的身边 只有我是念琴的 因为我是人 其他的 都是禽兽 于是 我 给你 你 你